接下来要谈到是有关计算的问题 我给一个HT图 请你算平均速度 我们晓得平均速度就是 位移要去处理时间 所以你要找到位移 位移就是假位置到 位置两个位置差 所以你需要有两个点 你要找到两个点 找到两个点之后呢 就对下来 你就会有个时间一位置一 时间二位置二 你就可以带进我们的公式 ΔTΔX 时间差 位移 就会算出我的平均速度 所以你给我个HT图 我怎么去算平均速度 就是在图上面 根据你的要求 1秒到3秒平均速度 1秒在哪里 3秒在哪里 然后到公式里去算就对了 要算平均速度就需要两个点 然后找到两个点 就两个时间两个位置 再到公式里去算 就得到了我们的平均速度 所以 我们综合我们前面讲到现在 我们的一个状况叫做 ST图 就会直线就代表速度 一条直线就代表一个速度 刚才我们找到两个点 两点会定一条直线嘛 那这条直线就代表这个的平均速度 就是它以等速度运动 就达到这样的效果 会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走这么大的位移 所以ST图的直线就代表速度 那我们前面也跟你讲过了 那个直线如果越斜就代表速度越大 从头到尾只有一条直线 它就表示它就只有一个速度 就说等速度运动 我们讲的是斜直线 那如果是平的直线 就是速度为0 表示静止的意思 静止的意思 所以 这边就是一个keyword keyword叫做 ST图的直线代表所谓的速度 然后呢 直线越斜 速度就会越大 速度就会越大 那么等一下还有别的话继续 等一下再说 那现在呢 这个图不是一个 不是所谓的等速度运动 它给了一个弯弯的非等速运动 那我怎么去算平均速度 一样的做法 找到两个点 然后呢 带进公式里 好 我们刚才讲了两点第一条直线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两个点带进去得到平均速度 我们前面跟各位讲过了 平均速度就是把你当做你在做等速度运动 均匀的运动 然后就会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走出大距离 所以黄色线是一个真正的运动状态 然后我去算出T1到T2的平均速度就得到白色的直线 这个白色线就是我假设我在做等速度运动 我就会从T1到T2的时间内 从S1走到S2当做我是等速度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平均速度想法 那么在这里就告诉你说 你要我算平均 我就找两个点带进去就得到 就得到 就回到我刚才说的话 ST图的直线就代表速度 代表速度 一条直线就代表一个速度 直线越斜速度就会越大 顺时是某一个瞬间的速度 某一个瞬间的速度叫顺时速度 我们前面讲过了 那做法上就是在数学的做法上 就是要把时间间隔越取越小 那上了高中大学之后要做所谓的取极限 那我们国中没有这个讲法 就是把时间间隔尽量变小尽量变小尽量变小 它就会接近我的顺时 那做法就是会变成一条所谓的切线 变成一条所谓的切线 然后但是我们实际上做的时候 因为我们国中的数学能力 我们基本上没有办法直接做切线 我们还是要找两个点球平均 像这样 来 我现在说 请问你T1的速度是多少 T1的速度是多少 那我不会做 我先找一个T 这样做到平均 平均速度 然后把时间间隔越变越小 变小 这种线叫做割线 切开来的线叫做割线 所以表示割线代表平均 割线代表平均 继续缩小 继续缩小 说到极线小就变成像这样 这样叫做所谓的切线 叫做所谓切线 原来 原来NST图的直线代表速度 如果是割线就是平均 如果是切线就是顺时 然后一样直线越斜速就会越大 可是这个线是怎么样的回事 怎么去继续算 我们还是不会 活终实的能力不够 活终要算 一定要找到两个点 还要找两点 通常是取旁边这个纵头上这个点 那你就有两个点 然后代军去求 然后因为这条白色的线 叫做等速度运动 前面讲过了 等速度运动 平均跟顺时 一样 所以你这样算算平均 就等于T1的顺时 你就求出来了 OK 我再说一次重要的结论 NST图的直线代表的是速度 割线是平均 切线是顺时 直线越斜 就代表速度就会越大 有一些题目就这样就够了 你只要会判断 不用计算 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就是我们跟各位所强调的内容 OK OK